接著做題目 就是所謂的光學儀器 放大鏡 跟你說過了 放大鏡就是什麼 凸透鏡 考放大鏡就是考凸透鏡 正常使用放大鏡看到的是一個 正立放大像 凸透鏡的正立放大就是虛像 所以放大鏡就是凸透鏡 我們正常使用是 看到的是正立放大的虛像 然後要把它擺在焦點之內 然後呢 如果把它擺在兩倍焦距外 凸透鏡兩倍焦距外 就會成為縮小像 那麼凸透鏡呢 是可以把光線匯聚的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是珠 就是有關於放大鏡的使用 接著 請問照相機 照相機 好 照相機有鏡頭 鏡頭像什麼鏡子 然後會成什麼像 會成什麼像 然後我們有眼睛跟照相機的對照 誰像誰 OK 你們幫一堆女生不在的 3號應該在啊 3號 答案 誰是對的 很困難嗎 跟那2分之1 2號是一樣 好 第一是對的 請坐 照相機的鏡頭 整個總和結果像個凸透鏡 因為它在底片上感光 必須呈10像 凸透鏡才會10像 凸透鏡是會匯聚光線 所以A是錯的 剛才講過 底片要感光 感光是光線 實際到達 所以呈現的是10像 所以B是錯的 那麼你的頭很大 照相機的CCD底片有你的頭 所以表示成為的是一個縮小像 那麼照相機凸透鏡要成為縮小像 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珠是錯的 所以只有C是對的 我們的瞳孔跟光圈功能相似 這是在我們在交眼睛的時候提過的 誰向光圈 誰向底片 誰向鏡頭 OK 請你要知道一下 那麼22 我們就剛才講過了 誰向鏡頭 誰向底片 誰向光圈 剛才講過瞳孔向光圈 那麼請問你 哪個部分是向鏡頭 這裡向鏡頭的意思就是 它要用來偏折光線的 它要用來偏折光線的 OK 來 所以停車戰界位 帥哥男 帥哥男 二十二 二十二 那個那個珠嗎 珠請坐下 水晶體來偏折光線向鏡頭 我們上課提過水晶體只做微調 並不是主要偏折光線 但你不用管 我們就這樣教你水晶體向鏡頭偏折光線 你選擇珠 視網模式向底片 視網模式向底片 然後瞳孔向光圈 我們沒有特別教角模 角模式最主要用來偏折光線的地方 但是我們答案選的是C 水晶體 這就是我們跟各位簡單的提了一些 有關於光學儀器的使用的題目 ok 好 OK OK OK